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您陈伟直播的观点会客室 全球华人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年金改革的争议仍然是在波涛不断之中 我们即将马上要向我们的年轻一代 再预知将近一兆元吗 前章计划在25日星期二的时候 在这个审查的过程中 大家从这个立法院里的这个直播的影片 陈伟很仔细的看了一下 这个主席民进党的经济委员会赵伟 邱毅盈 他用了一分多钟 就把这一个草案完成出审 其实这里面有三个地方 是违反程序 所以这个审查应该是无效的 到底是哪三个地方呢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部分不是陈伟自己在讲 你只要上立法院的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 26号审查前瞻计划的全部的真相 第一个地方呢 是这个 所谓的逐条逸绝 其实是必须在他每一条问 有没有意见的时候 当时国民党的立委现场喊 有意义 有其他的意见 这个时候呢 其实应该要停下来讨论 但是呢 11条每一条 邱毅盈都有问 有没有意见 在听到有意义的时候 他每一条都没有停下来讨论 第二个地方呢 是在郑天才 他发言结束了之后 邱毅盈就说 有苏正清等委员提案 来停止程序发言 所以现在要来处理表决 所以说处理表决 是必须要一一问 在场的委员的意见 可是呢 他没有表决 就直接宣布通过 当然呢 还包括第三个部分是 邱毅盈在审查通过之后 就在依照程序 问说 是不是要送协商 这时候国民党的委员 仍然持续喊 有意见 有意见 照理说 就要送往党团协商 可是他仍然没有处理 直接说 不必协商 那当然呢 在27号 礼拜四的 傍晚的时候 我们听到 民进党的立院党团 这时候 他们有 对外宣布了 说5月1号 礼拜一的时候 立法院 即将重审 这5年来 台湾的公债 每年大约是 1000亿元的速度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再迅速的往上攀升 这个数据是 中央政府 自己提供的数据 不是任何 民间单位的议测 我们看到 100年到 106年的时候 这个 100年的时候 当时的 公债是 5兆多元 106年的时候 已经增加到 5兆 5千 119亿元了 所以说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 每年的公债 大概是用 1000 每年1000亿元 再往上攀升 前瞻计划呢 它的这个财务概念 叫做特别预算 它不是在这种 常态性的 常规的预算里面 所以前瞻计划 是在这样子之下 常规的预算 花费之下 再行去举债 然后未来的八年 总共再举债 8800亿元 有没有 也差不多 如果平均起来 大概一年 也是1000多亿元 所以 这样说起来 台湾原本 财政就困难 加上经济 有世界形的 集体的 不景气 甚至是 因为政治动荡 而带来了许多的 不确定性 但是台湾 在原本的 我们每个人 就会有的 公债的 这样子的程度上 我们还要 再行举债 再double倍的 这样的额度 程伟在这里 在这几集 这一个月的 观点会客室里面 我跟我们团队 不是在反对开发 不是在反对建设 也不是在约简化 说债务增加 就等同债留子孙 而是要问说 比起 隐正 只可视 一时间的刺激 景气的 这一种建设 哪些项目 哪些方法 又是可以真正创造 收益的 生产性建设 在这一集的 会客室里面 我们要来 深度的检视 这个370页 前瞻计划的 这一份paper OK 因为这一份paper呢 它所牵涉的 就是你我纳税人 八年 八千八百亿元 我们的 写汉钱 我们今天会 分三个段落 我们今天会谈到说 前瞻建设里面 花费最高的 四千两百多亿元的 轨道建设 这个轨道建设呢 是带领台湾 通往一个负债地域 还是说 我们台湾 在这八年 全民 全台 不分南北 不分城乡 都封轨道之后 台湾会变得 四通八达的 魅力台湾 我们为各位 邀请到的是 中华民国的 运输协会的 李市长 他同时 也是前 台北市交通局长 现任的 淡江大学的 运输管理学系的 教授 罗孝贤 罗老师 我们同时也会谈到 这个第二高顺位 预算第二高的 两千五百多亿元的 水环境建设 这个两千五百多亿元 砸进去 是带给台湾 从此不淹水 也不缺水 的这样子 最基本最基本的 民生需求的满足 还是呢 我们可能仍然 两千五百亿 砸下去了 我们仍然在 一个汗烙交迫 这样子水深火热当中 为各位专访的 是台大的 佟庆斌佟老师 他是这个 生物环境工程学系的 然后当然有一个关键 是这几年 这个大家对民进党的 期待很深的 那就是飞和家园 飞和家园 一直是民进党神主牌 那他们现在执政了 同时有预算资金 即将溢注了 所以飞和家园 到底是不是梦 我们为各位专访到的是 妈妈监督核电联盟的 理事长 他同时也是台大大气系的 教授徐光荣老师 他提出了一个数据 他说台湾2010年到2016年 根据台电的估算 我们的再生能源 占总发电比率 只成长了1% OK 7年成长1% 可是呢 在2017年到2025年 这七八年之间 我们再生能源 有没有可能 就忽然之间成长 超过15% 也就是说 从2017年的此刻 我们再生能源 占大概4点多 5% 成长到20% 一举取代掉 核能发电 这一块 目前 240多亿元的 绿能建设的投注 让我们的 2025飞和家园 是不是一场梦 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专访 第一段 我们是访问 中华民国运输协会的 李市长 同时是 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 副教授 罗孝贤 他虽然 肯定政府 刺激经济的用心良苦 可是他蛮忧心的 他一语道破说 用轨道规划 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台湾几乎没有成功过 他举了好多个例子 包含你我 可能 你我几乎不会有人 没有接触过的 那就是台北捷运 和台湾高铁 他谈到说 轨道是高沉没成本 这个沉没不是不讲话的沉没 而是这个毛丢入海里面 而沉下去的那个沉没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轨道是盖了 就没办法移坐他用了 但是在台湾最常见到的状况 就是运量不如预期 我想各位朋友都相当的清楚 在台湾除了台北之外的 其他的各地 这个盖了捷运之后的运量 常常都跟原本预算的差 树被差 落差非常的大 可是轨道呢 罗孝贤他表示说 就像是生孩子 事实上生不容易 养更难 要花很多钱 会是长久性的 地方的财政和国家的灾难 我们一起来听 我想那个 从这次提的这个轨道方案 如果从我们专业角度去看 它应该是一种 所谓供给型的 那供给型的这种 所谓供给导向的一种 规划方式的思考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一般来讲 比较有把握的 或者说比较 觉得比较就是说 能够将来确保它营运的 基本上是需求型的 也就是说 我确定有需求 需求很大 我们会去提供 因为轨道系统 基本上它是一个高资本的 就是我们所谓资本密集的 这种投资 您刚刚还谈到沉没成本 高度的沉没成本 然后它也是一种 高度沉没成本的特性 那个沉没不是不讲话 对 它是那种 你今天只要一投资下去了 下毛沉入海里 对对对 你就很难转座它用 有道理 所以这样子一个系统 其实说真的 它的弹性是不大的 OK 弹性是不大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说 转为一种供给型导向的 我希望今天就这种 投资下去之后 它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 能够带动区域的发展 能够带动成像的发展 这件事情看到现在 很少成功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高铁就很清楚 高铁当时其实本来 应该走三线的 结果后来最后拍板定案 是走海线 当时宣称要带动 所谓滨海地区的发展 你去看那些车站 其实到现在为止 十年过去了 我们还看不到什么 具体的成效 有道理 那这里面呢 当然就是说 我们谈交通 交通它是一种手段 它不是目的 而且交通 其实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它也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 那当你今天 整个这种 城市的一些发展 甚至你产业的发展 都没有想得很清楚的时候 然后你期待用交通 它就能够达到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是原木求鱼 就是你很难去有把握做这件事情 而且呢我现在看到 其实我忧心的地方 在于说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经过反复的论证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实际 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只知道说 框了那条什么线 然后就多少钱 就看到这两个 对 那其他就是说 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 那这些东西 像台湾 我们台湾做一条捷运 一条线 我算过大概平均都要十几年 那十几年其实 不只是施工这件事情 它前面是经过了 反复反复的论证 反复反复的论证 从可欣研究 这样子一路下来 然后才有这些投入 那你说 它是不是没有效率 但是基本上呢 其实因为它 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所以我们势必要审慎 势必要审慎 而且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 这个带动内需 扩大内需 这件事情 当然它会有一时的效果 但是有没有机会持续呢 那如果说 这个系统做下去之后 你就要养它一辈子 跟生小孩一样 真的耶 生的很困难 生的时候会痛啊 怀胎九月 那个怀胎十月会痛啊 但是你生下来之后要养啊 那个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前坑 或者说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负担 那特别我刚刚提到了 轨道系统 事实上它是这种所谓 高沉默成本的 它是这种密集资本的这种投入 值不值得 或者说 我们应该在详细的去做什么思考 就是说 那你今天到底 你的产业发展到底是什么 你城市发展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是 我想绝对不可能只有一条轨道 它就可以活 一定要像台北城网了 那你可以想象这后继的投资到底有多大 那个不会是一条铁路就可以完成 反而就是说 有没有机会我们更务实一点 我们知道现在城乡差距有很大一块 就是公共运输其实不发达不普及 像公车就已经非常的不发达了 而且不普及 对耶 那如果说 它比较容易做的 你投了那么多 你如果从 对 如果从交通的角度去看 其实你还有更多的选项 因为我们要满足民众行的需求 但是绝对不是搭捷运的需求 也不是这种开车骑摩托车的需求 它一定有一种适当的交通工具 去适合不一样的城市 那我们也不必很天真的觉得说 台北有什么我就要有什么 其实我们要的是适合我们城市发展的东西 但是现在很容易被简化 被这种 我们不是二等公民 你们首度有什么 我就要有什么 真的适合吗 那个事实上将来都会是负担 而且刚刚特别提到了 就是地方的配合款 这个不是只有中央出钱 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那事实上将来也会变成了地方的负担 但是现在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都蛮辛苦的了 是 而且现在就变成给我感觉就是 大家可能也不是那么在乎啊 就我先争取到再说 但是其实要想清楚 我到底养得起养不起 我只要一想到养得起养不起 我想到的不是政府 地方政府的负担 我想到的其实就是你我 每一个 当民众 纳税人的钱 对啊 政府的钱哪里来 纳税人的钱 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 就是说我其实还蛮好奇的 如果以我还是想要回到这个台北市为例的话 您纵观就是台北市的公共运输这个发展 如果以30年也就是跟着捷运一起长大 以30年为例的话 他到底第一个就是活络了我们的周边产业多少 第二个就是让民众从要用自驾 不论是机车或汽车变成公共运输 那个量这个数字有没有办法估计 我给一个数字 大概在民国74年左右 那时候台北跟大概台北周边的台北县的几个主要的乡镇 我们一天的那个就是公车的运量大概250到260万人吃 双北大概260万 对不是就周边的还不到其他比较偏远的台北县 然后现在我们看这30年过去30多年了 是是 我们捷运二期路上也完成了 其实说真的现在公车跟捷运加起来大概也就35060万 你可以想象经过30年努力我们投了几千亿 是 下去大概只有多出100万吧 一天了 是 你大概多出100万人吃 所以这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去思考我们的 我们的公共运输真的收到效果了吗 现在看到大概机车还是百分之29到30 我们每天出行的比例 在这个台北啊 新北可能还更高 大概将近百分之30 这一块几乎铁板不动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谈谈这个所谓所谓绿色城市啊 或者谈这种所谓所谓这个这个这些公共运输的这种投资跟建设 它到底有没有达到效果 我们我们谈说捷运公司亏钱或者赚钱 其实那都还不是很大的事 大的事是我们这个这些社会成本每天塞车或者是因此而造成的交通伤亡 对 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投资了几千亿下去做的捷运系统之后 有所改善 或者是大家很受不了现在的空污 对 从这几年开始每天出去我开心看一下气象局要不要戴个口罩 对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台北给大家最好的经验 就是说你可以去借鉴的 那我想柯市长他提的那三点真的值得去考虑 也真的也真的要能够更谨慎的去看待我们这些所谓前瞻计划的这些相关轨道运输的投资 前瞻计划总共有五大块 第一块最花费最高的是4200亿元在轨道建设 次高的是水环境建设2507亿元 再来是城乡建设1372亿元 再来是数位建设460亿元 最后最后就是花费最低第五名的是绿能建设234亿元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一起来讨论2507亿元这样子的我们的钱 你我纳税人的钱 而且是用举债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个会流到我们的下一代去 是让台湾有机会可以更可以过一个基本上最基本的需求 那就是不淹水也不缺水吗 长时间以来为什么我们台湾雨量充足 可是水老是不够呢 又为什么我们中南部的常态的淹水怎么样整治都整治不好呢 我们今天专访到的是台大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的教授 童庆斌一起来听 其实我想这个最主要就是大家感觉到雨很多 下雨下得很大 那事实上雨很多时候大家怕的就是淹水 所以怕淹水结果呢 我们就是很快把这个雨水排走 那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台湾的特性的确是要嘛就下很大的雨 那要嘛就是有时候长时间不下雨 如果以季节性来讲就刚才讲过我们5到10月基本上都台风雨比较多 然后从11月到隔年4月呢大致上雨都相对比较少 尤其南部最明显南部的11月到隔年4月 占全年雨量大概只有10%而已 所以90%都是集中在5到10月 那你想想看集中在5到10月雨又下很多 那我怕它淹水我当然就尽快把它排走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留下来 你说那有些说我们可以有水库留下来 对啊我们的水库 对水库可是台湾水库容量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小的 OK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像石门水库 它的容量大概是2亿吨 它每年供应大概10亿吨的水 所以它用5次 所以它容量其实相对是小非常非常多的 OK 那更才是南部基本上没什么大型水库 所以现在有的水库只有真纹水库 可是那是我们的米昌所在 对啊所以基本上你说像南部地区 它很多都靠河川的流量 所以你想想看河川流量是 有下雨的时候河川流量就比较多 是 没下雨的时候流量就比较少 那是看老天爷吃饭的啊 就像我现在有收入 可是我银行没有存款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留下来 我存款我没有存到银行 我还可以存在口袋 可是水没办法让你留在家里面 它就在海里面去了 所以虽然我们雨下很多 可是我们相对的储水设施相对的是少 那因为空间跟时间的分布又不均匀 所以虽然整个年 全年来看像雨量很多 我们水资源也很多 可是因为流不下来 那再加上台湾的地形特性 我们大雨一下下来 其实很快就到海里面去了 OK 所以相对我们可利用水资源 相对就是少 可是当然这个思维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可以开始思考 做一点改变啊 就既然雨下这么多 那我们有办法把它留下来 那河川的水库的容量既然这么小 那我可不可以存在其他的地方 这是个可怕的问题 老师你又开启了另外一个 常常都是那个中央跟地方 特别是南部 南部诸侯的那个论战 就是说南部总是在淹水 预算赶快来 然后中央就会讲说 预算给了你多少了 我算给你看 算给你看 其实这可能就是 海外的淹水 我觉得淹水问题 老是治不好 可能要思考就是说 一般过去我们从工程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去根据过去的历史资料 然后去分析说 过去我可以接受的风险是多少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对不起我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资料我比较清楚 台北市的都市排水好了 它可以防止的雨量是下78.8毫米 每小时最大78.8 下降来的话不会淹水 它就排走 那基本上全国各地方的排水标准 跟这个差不多 可是问题是我这雨量的强度一直在增加 像台北市 在之前我们公馆下了131.5 你排水能力只有78.8 一定会淹的 那你之前其实台北市想增加到90 可是还没有增加到90 老天就已经给我们131.5了 所以这牵连到就是 大家也很像耳舌能想气候再改变 所以你面对过去的经验 你去改善工程 你觉得解决了问题 可是事实上老天给我们的是更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可能思维上也要做改变 就过去用排水的方式 你即使再丢更多的钱下去 因为环境一直在变 你扩充你的排水能力 结果排水量一直在增加 所以很显然过去纯粹用这种工程排水方式 其实就是不是适合的 工程排水的这个概念 如果在气候变迁时代 而且甚至那个气候变迁 很多人以前说是谣言 那个十年前还有人说是那个老共的谣言 就很有趣 那个川普在选的时候说 那个是中国的那个谣言 中国的恶毒 结果现在川习会会一会之后 就说气候变迁是真的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我回头来讲 如果说工程排水的概念 这种台湾旧有的思维 可能不足以因应气候变迁 不然有合适一点的方法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 其实工程方法是必然要采取的手段 可是纯粹靠工程的方法 大概是不行的 我们举例来讲 我刚才讲说 一个地方的排水 它可以处理 假设是78.8毫米 可是未来气候变迁 到底是会多少 它会90 会100 还是130 其实都有可能 所以我不可能一直在花钱 一直在扩充 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把下水道 根据每五年十年 一直在扩大它的排水量 基本上那个就好像 整个都市翻一次一样 所以基本上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这些排水的手段 不可能 因为我基本上 它就已经处理78.8了 而且这工程已经存在了 那我现在讲实说 好我增加不要到130 增加到100就好 我多出来的22.2 我要怎么处理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有 同样观念嘛 这22.2 我就不要到排水沟去嘛 所以我可以存在搭在屋顶 我可以让它渗入到土壤里面去 我就把它分散开就好了 或者我可以把这水流下来 留下来 后面还可以做用水使用 非饮用水 可能是浇水 或其他使用 所以大家现在也很清楚 有很多的像雨水初级在利用 所以这思维就跟过去 有很大的不同了 而且这种所谓分散性的一个处理措施 一个好处是什么 它有弹性 我排水系统 我现在从78.8加到130 哇你要再缩小怎么可能 可是我现在如果有78.8 如果因为需要 我增加一些蓄水设施 雨水除期系统 一些渗漏缩施 让它处理到90 处理到100 需要我再增加到110 我可以有弹性 可是我原来的78.8 这个还在 那个不能拿掉 那个拿掉78.8就不能处理了 是因为我有78.8 跟100差了22.2 我才处理了22.2 是是 所以这两个综合之下 其实这种就是系统的整合 将来面对一个大的环境的改变 不管是水资源 或是防灾 要一个系统整合 整体性的思维 其实就是很重要 这个在台湾的 这个水利 这样子数十年来的工程的 这个工程教育 我谈的是教育 整合的这个概念 有存在在昔日教育中吗 其实早期的 其实以我在当学生的时代 其实基本上相对是 比工程为做思维 很单纯的就是我解决问题 可是现在基本上 在学校教学 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的概念 已经放进去了 OK 就是你不能只单靠一个工程 就想一劳永逸 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一定是有一个主工程 在配合其他系统的部分 譬如以水资源来讲 我可能要开发水源 我可能也要节约用水 这些总和之下 才能解决我的问题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系统整合了 是 因此 这一个概念 系统整合的概念 在我们前瞻计划 这个2500亿元里面 您的观察 这些30到快40项的 这样的工程建设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算出 对不起 那个是交通的 水资源的这些 整个的建设看起来 有这样的概念吗 其实严格讲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政府 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的不足 其实我相信他们有 因为他们很多呈现在 前瞻的这些基础建设里面 水资源的部分 其实看起来都是点状的 就是每个地方有水库 开发水源 所以大家看起来 就是散步在各个地方 可是水利署事实上 他们在之前 都会做各区的水资源的经理计划 他会去分析每一个地方 未来可能二三十年 他的供需的需求的差异 那不足的部分 才有工程放进去 所以这些项目 应该都是在里面 以前有规划要补足 未来可能不足的部分 所以严格来讲 他其实应该已经有 系统的思维在里面 只是呈现在前瞻计划里面 他能把各个地方 要做的事情抓出来 所以我在想前瞻计划 既然是前瞻 工程这些我坦白讲 我们把前瞻基础建设 把前瞻跟基础建设切开 这些比较像基础建设 对对对对 但是他前瞻的概念 不太跟民众讲的 所以接下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政委要花点精神 跟经费在怎么样前瞻化 那前瞻化很重要 就是要系统整合 就你有这些基础建设 因为一定要有基础建设 就像我刚才讲排水 你没有78.8 你是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 这些工程基础建设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系统整合 像他们的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也有一项是智慧水管理 可是坦白一讲那部分的经费 反而占得很少部分 对啊 这部分其实应该讲 那部分恐怕有些效率上 远比工程大得多 而且在智慧水管理里面 这到底是什么 这个名词 对不起有点心 你如果说智慧电玩 我们现在台湾还比较懂 其实类似的观念 就是现在想说 我们举一个简单讲法好了 我现在我讲农业好了 我到底农民 水到底需要多少水 基本上农业需要水 是植物需要水 那植物什么时候需要水 当土壤太干的时候 它需要水 是 那我如果有一个sensor 在限地 我可以了解说 我可以监测到 现在的土壤里面 水分是多少 这其实不难的 不难啊 这技术不难的 所以前瞻 我有一点讶异的是 前瞻这部分反而是没有 因为农业用水 占了很大部分 对啊 可是农业用水的智慧化 智慧管理 其实我看 它当然里面 这管理细节没有讲 是不是包含这部分 我期待是有啦 可是事实上 如果照那个经费 其实相对我觉得是少的 可是当然不一定 就我讲 不一定所有的经费 都由政府去支出啦 因为相当于 这智慧水管理 我觉得也可以结合 一些产业民间力量 政府提出一个 智慧水管理的一个平台 其实我相信 产业是愿意进来的 因为改善农业用水的水资源 可以转做民生 或是产业使用 这样的将来 其实我觉得更有前瞻性 就是你提供的是一个 管理制度 而不是纯粹的一个 硬体建设 那这个制度同时可以 因为 其实从新政院的发言来讲 他觉得民间投资太少 对 可是以随意资源政策 其实看不出民间投资 都是政府投资 对啊 好奇怪哦 他的目标跟他的 其实实际在做的东西 好像接不上 他的手段接不到那个目标去 他不是要促进投资吗 所以如果说 我举个例子 现在如果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在产业界 他们有个叫做 清洁生产机制 就是我一个国家 我可以去改善 别的国家的二氧化碳 他节能减碳以后 这个碳算是我国家的一个 是 以这样的问题来讲 我们现在如果水 也类似这样的机制 我去帮助农业 解水 是 解下来的水 变成是我产业 可以用的一个水的量 是 那当然这个产业 就愿意投资了 我现在说 一些产业 他们可能都有一些 用水量的需求 他们需要水的稳定 是 那对他们投资钱 他们现在钱投家具 他也不知道投到哪一区 是 他没有办法开发水 只因为水质源都在政府手上 所以他如果可以帮助这些 从需求端来做改善 他可以帮助相同的使用者 这个不用政府投资钱 由产业投资钱来帮助 农业做水资源的有效改善 那省下来水资源 再作为产业的使用 我觉得政府其实扮演的 是一个平台协调角色 机制建立起来 其实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说 当然这个就会牵扯到 我刚刚讲说 智慧水管理 你农业怎么样可以智慧化 是 其实那个一定要投资 你一定要有智慧化的设备 是 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是 前瞻计划里面2500亿元 他希望他喊出来的是 防盐水 供水稳定 然后让这个河川 恢复河川 然后还甚至打造 所谓的清水环境 就像是 在北部的居民比较有概念 研究所谓的河滨公园这一种 您看一下他的 这样子所打出来的手段策略 达得到这样的目标吗 其实如果以这计划推动完成 基本上我觉得该原来预定 他包含要增加每天供水100万吨 或是要减少多少淹水面积 或是要打造多少的河滨公园 以这些来讲 我觉得都可能达得到 OK 可是问题是说 我减少这些淹水面积 那这些的面积 这些水是真的都排掉呢 还是我有留下来使用 就是我这些排水是 有没有留下来 强化我的水泉供给 或者是说 我在做这些排水工程的时候 它是解决了现况问题 还是我长远二三十年 因为当然 政绩行政院 他是要解决未来三十年的问题 可是他有没有把这个纳入考虑 譬如我们讲气候变迁 这因素纳进来考虑的时候 你的排水工程 这些排水设计的思维 竟然要前瞻嘛 是 你怎么样前瞻去思考到 我将来排水是一个弹性排水机制 是 我是具有弹性 根据未来的环境去做弹性调整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这个有没有纳进去 其实坦白讲还有待观察 那再刚才讲到清水环境 其实大家都喜欢公园 我也很喜欢去河滨公园骑脚踏车 可是我个人认为 不是所有的河川都适合发展和平公园 因为河川我们一般来讲有组合道 那河川旁边的土地呢 我们在学习上叫做洪水平原 也就是说 它本身大雨来的时候 它就是会淹水的 OK 了解 那你这些公园 如果它原来是在洪水平原的 它大雨来就会淹水 就会有沙 就把这些东西 原来的景观全部就摧毁掉 事后的复原要一阵子 要时间 要钱 所以是不是每个河川适合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是要评估 我相信政府在做这些推动的时候 应该也会做适当评估 可是这适不适合每一个县市 都有一个亮点 都做一个这个河滨公园 我觉得恐怕要思维一下 与其这样 我倒不如觉得在都市里面的公园 有比较大型公园 去做一些自洪池 又可以减洪 又可以有河滨 又可以公园的性质 我觉得反而搞不好比河滨公园也好一点 所以清水环境 我觉得不应该限定是在 河川的洪泛区的洪水平原上 去做河滨公园 国外其实做很多的是在都市里面 增加他们叫做雨水花园 所以雨水花园就是 我事实上有点像凹槽一样的一个花园 可是水来的时候呢 它会滞留在那边 我刚才讲过 我下雨如果说 现在都市排水是78.8 我下了100 另外那22.2 如果说我有这样的雨水花园 就帮忙处在那边 我也解决了 平常那水没有的时候 那公园是很漂亮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防灾性的公园 我觉得将来就是很重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伟 谢谢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民进党的神主牌 飞和家园 八年后到底是不是梦 致命的空污 何时可以开始改善 产业 四缺忧虑 缺水缺电 缺人才 缺资金 这个四缺忧虑 之下 会不会让前瞻计划里面的增进投资 只是一个口号呢 上面的种种都聚焦到最有关联性的一个课题 那就是能源转型 那么我们来看前瞻计划的目标 他谈到说天然气要让它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而燃煤要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再生能源占比 发电占比要提升到百分之二十 这个呢 跟现况最大的差距会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 要从目前的百分之四到五 上冲到百分之二十 一举来取代掉核能 而燃气呢 第二个燃气呢 要从目前的 这个去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六 上冲到百分之五十 这里面有一个蛮有趣的那个部分 2010年到2016年 再生能源我们发电占比只提高了百分之一 但是2017年到2025年的 这同样大概七八年 就可以忽然增加百分之十五吗 这个就考验民进党政府的能耐了 可是呢 我们要再回头来看 民进党过去在野 现在全面性的执政 而且建设的资源 我们可以从这个绿能的建设 这两百四十多亿元的规划里面 可以一窥究竟到底 2025年的时候 飞和家园是不是梦 而民进党 它到底是一个骗选票的口号党 还是呢 它能够带给台湾 这个落实美丽先进概念的进步党 我们从绿能建设里面 两百四十多亿元的规划 深度来检视 为各位专访到的是台大大气系的教授 也是妈妈监督核电联盟的理事长 徐光荣老师 他指出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说前瞻计划的条文里面 他的第五条是谈到 要提出环境影响评估 可行性评估 成本效益评估 完全没看到啊 成本效益评估难不难 当然难 可是这个是林全院长的拿手好戏啊 成本效益评估就是在讲说 好多个方案来比较看看 哪一个最有利 可是为什么成本效益评估没有提到 但是立法院就已经差不多 原本已经差不多要让他过关了呢 然后绿能呢 在国际间的发展都是分散式的 可是前瞻计划里面的这个绿能建设部分 是分散式的吗 而至于谈到就是前瞻计划里面 有六成多的资金都投注在新建一个产业园区 叫做沙伦产业园区 前瞻计划里面有写出 它到底要盖起来咯 到底要产什么吗 我们一起来听徐光荣老师怎么说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所谓的绿能的计划 绿能的前瞻性计划 但是呢 看完之后觉得蛮失望的了 因为绿能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分散式的 就是多元分散 而且是很多地方有 那我们现在这个绿能的计划 主要的重点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大概是台中彰化附近的离岸风机的计划 另外一个就是在台南附近的一个叫做沙伦的科学城计划 拿走了四分之三 240亿里面四分之三的都拨在沙伦的研发产业区 是研发我们是想要去做东西要出口去卖钱 还是说我们台湾自己要拿这些东西来用 对他没有讲 直到现在行政院的官网上面也没有讲 就是说那里要有一个产业区 对 产什么呢 对其实他们一直还是留存在20年前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思维 为什么太阳光电 我们台湾是全球的第二大生产国 但是我们的太阳光电加上风发电的量还不到总发电量 才刚刚过了 才发总发电量的1% 是1% 对 那我们产了这么多的太阳光电板 我们没有要自己用 为什么 我们一直还觉得它贵 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而且其实即使我们要发展这个产业 你只做面板 你的利润非常的薄 因为很多人都会生产 是 其实会的呢 是应该要去发展整个的链 是 你要怎么配它的meter 整套的设备去出口 你这个才有优势 利润才高 所以不是面板这种产业 或者是我们风机产业什么之类的 是你要整套的设备 那你要怎么发展整套的系统 你就要自己会用 你要自己从你自己用 才能够发展出来相关的产业 当然有了相关的产业 沙伦园区里面 有机会做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计划中好像没有点名 对 就是这个计划也没有讲得很清楚说 它的时程是什么 譬如说要发展除能的设备 我们希望除能多久 可以到达几个Megawatt 你一定要有具体的目标 不要再停留在二十年前 十几年前 还是说我们做示范型计划 不要做示范型计划了 你一定要从 要让它普及化量产 对 譬如说Tesla 它是在它自己工厂产 但是它也跟一些家户配合 这些家户用它的太阳能板 然后用它的除能系统 这些家户 当然所以它要做的时候 就要让人家很方便 不会实时的很不方便 那它这样子推广到家户 一定就失败 所以从真的开始应用 你才知道说哪些困难 那你的系统才会越做越好 所以不要再想着说 我们零星的产品 去做这个产业出口 我们一定要去做成整套的链 你在每一套 在每一个部分 我们台湾都有办法加入 这个整个team出去 我觉得竞争力才够 所以我看不到说 在这个沙伦科学园区 或者是我们在发展离岸风电 我们想要做到些什么东西 那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也看不懂它的这个预算的分配的逻辑 那我们不要再想说 我们丢钱会有效果 其实我想院长 林权院长也非常清楚 他以前就是做所谓的成本效益分析 你要去想 我投入一块钱之后的收获是什么 而不是钱砸砸砸 而没有去评估它真正的效果 所以应该是 还有其他的可行方案 为什么我们的行政团队都没有去想到 譬如说好了 很多国家都会 你假如自主去做一些节能干嘛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赋税的优惠 OK 譬如说你花了多少钱去把家里改的比较节能 你投资的多少钱 是可以抵税的 那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去想办法的 或者是找这个银行界 是不是对哪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来做这些事情的 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些比较优惠的贷款等等 这其实是帮助整个大家进入这个市场 而不是只有少数的业者 或者是比较有钱的业者 因为尤其再生能源特别的地方是说 所有的人只要有一点钱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电力的提供者 所以他们叫这个叫做Persumer 既是Producer又是Consumer 不像过去的发电业 你一定要是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财团 才有能力去加入 现在是大家都可以加入 那我觉得对这个行政团队来讲 这个就更重要 为什么 假如越来越多的民众是Persumer的话 他就会支持你的政策 你这样子才能巩固你的选票 不要再想说只要让某些人赚钱 应该要让全民可以赚钱 有道理 您刚刚谈的这个词汇叫做Persumer 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最近 它算是一个蛮先进的概念 而出来的一个词汇 它谈到的其实就是谈到说 这个一个具体的例子 是不是假设说 我们在我们的屋顶装太阳能光电板 那我们为了自己发电 然后甚至还可以再让台电买回去 或让其他电厂买回去 这个意思 我们是制造者 我们又是消费者 对 又是消费者 其实这个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 而不是只是一部分的 譬如说离岸风机 或者是特并的产业 这个呢 当然我相信行政团队应该很清楚 因为我们台湾花了很多的钱去买能源 我们仰赖进口 所以98% 对 所以假如我们可以把一部分的钱 就给我们自己的老百姓 这有多好 对不对 我们可以节省外汇 这个钱给了老百姓 那这个钱就会留在地方嘛 因为它就会去花掉啊 其实才会火落经济 所以其实不是那个 不是再生能源本身的价钱 你要去想到 我有每一度的再生能源 我就可以少花钱去给其他国家去买能源 然后我就可以让这个 这个钱留在台湾继续活络 这个是有很多的附加的好处 确实是 我刚刚听徐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一个方案 其实是站在这个实务现场 也就是治理者的实务现场 其实是一个很务实的方案 那就是谈到说怎么样 第一个达到活络经济 第二个获得民意的支持 第三个可以让这种 像能源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型 真的转过来 像您刚刚的那一个方案 是不是代表说意味着就是智慧电网 需要智慧电网 或者是更多的这一种 就是绿能的装置的补助 需要投注一部分 蛮大量的政府资源呢 它的关键 实践的关键点 对 我觉得其实智慧型电表 应该不会是那么贵 你想想看 大家现在开车 有的就用那个 就 我一下想 不知道怎么办 就大家就找路嘛 就直接 对对对 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 每台车都有了 对 所以这个通讯的来回 已经是非常的方便 OK 那这个导航系统 现在也不贵啦 所以类似 我觉得智慧型电表 最多的价钱 也就跟它差不多 好 那我们可以 发展的更精细 就是看我们需要的情况 就是看我们需要的情况 可是呢 我们好像对于过去在马政府的时候 有要求要推广智慧型电网 但是台电这个意愿缺缺嘛 所以后来就放弃了 是 那我觉得要重新的 好好的 就是要求电力公司 一定要在多久之内完成安装 那不一定 不一定要大家一次就付给 其实这个要不要补贴是另外一回事 低收入要补贴是可以 那其实它就可以分成几年嘛 摊还啦 所以消费者本来就 多年摊还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觉察到这个的增加嘛 我其实蛮好奇一件事 因为今年2017年 那距离就是2025年的非核家园 这个目标 就剩下八年 就刚好八年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担心 所以这个转型 这电力的 它仰赖极大量的公共基础建设 包含了电网啊 包含了智慧电表啊 或包含了绿能发电的这些装置 甚至除能的技术的普及化 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个计划里面有多少投注在当中呢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 可能是比较缺乏一个 整体对能源的想象 所以我们的 那个很差的电业法在一月 就仓促的通过 那我觉得这是对未来一个很大的障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推再生能源 想要推2025有20%的电 这种再生能源来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从2010年正式的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正式上路 7年就是到2016年底 风力加太阳能 才刚刚过1%的电 天哪 7年了才1% 那剩下来年金年是9年 你要从1%到差不多16% 17% 我们说水利大概3%最多 是蛮困难的 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应该好好地去检讨 为什么7年了才1%的电 成功在哪里 失败在哪里 那怎么去避免重蹈覆辙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我可以跟大家提的一点是说 这个政治决心非常重要 为什么日本是从2012年 才开始推再生能源 也就是福岛核灾之后 但是它现在的太阳光电 就占它总发电量的3% 它总发电量比我们还多 它又比我们北 风力发电占1% 太阳光电占3% 这个就是看你这个政府 有没有决心要去推 决心很明确之后 你就要有找到适当的方法 而不是只有讲 那我们其实很担心的就说 即使我们的用电量不增加 照这个绿能的前瞻性计划 大概2025勉勉强强到20%的再生能源的电 可是怎么达到 怎么达到 要做多少的努力 其实我们很希望说 假如政府能够每一年 把他自己的目标定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追踪 到底这些目标 有没有达到 或是差多远 那相关的预算是怎么去在这个上面的努力 那看起来我们还没找到很清楚的这个时程 那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是说假如达到不了的话 那最可能的 因为2025要废核 最可能就会多烧煤或是天然气 那我们的二氧化碳一定会增加 那可能空气污染也会增加 那到时候呢 就变成反核团体跟反空污团体互相打架了 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您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民进党向来都是高举倾听民意 以及程序正义的一个政党 5月1号礼拜一 前瞻计划即将在立法院重审 到底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大家都在看 谢谢您关注我们这一系列 关于前瞻计划的专题 八年八千八百亿 你我纳税人的钱 发发发 发到哪里去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下周四同一时间 我们Niss Radio空中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